好 刚才我们在第二段看到 作者说 这个报纸上这么一个个别的案例 它并不能够证明的噪音对人体真的有影响 那什么样的试验能够证明真的有影响呢 咱们接着看第三段 看第一句话 这句话说 What is needed in the case of noise is a study of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living under noisy conditions to discover whether they are mentally ill more often than other people are 这个前面第一行的黄颜色的当然是主语从具 在剧中做主语嘛 就关于噪音呢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in the case of 是习语 可以翻译关于或者对于 对于噪音 关于噪音 只固定习语怎么可说 是呢 要研究大量的人 要研究大量的人 这个研究依然用名词来 是一个大量人群的一个研究 还是体现出名词的倾向 就跟刚才我们说什么浪费什么事的 awasive 异曲同物之妙 什么人呢 Living under noisy conditions 就是在噪音环境下生活的这个人 conditions 复述相当的 circumstances 环境 然后呢 从兔开始到剧末 黄颜色是目的状语 目的干嘛呢 为了发现什么 weather的剧末写题字 当然是病语从事 做weather的病语 做这个discord的病语嘛 是否他们这个精神上得毛病 比其他人更频繁一些 that 是牵套在weather病语从事内部的 比较重要的从事 比其他人得这个精神出乌出毛病更多 就是做着说 你的大数据才能说话 他说得很精神 这里面有一些小细节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in the case of这个习语 习语不明白很容易翻译错 in the case of相当于with reference to with reference to就相当于about 关于或者对于 或者说or in the situation of 在什么什么的情况下 关于对于什么或在什么情况下 叫in the case of 这个是做习语是这个意思 当然它字面意思 也有可能表示在什么什么例子里边 但本文中没有这个例子 是对于或关于这个意思 比如说看例子 the law will apply equally to men and women except in the case of maternity leave 这个法律将平等的适用男人和女人 除了什么呢 除了在产假这个情况下 或者关于产假这个情况 可能就例外了 这女子在修产假 男人呢 他没有产假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再比如说 the amount of fruit in fruit juices must be 6% in the case of berries and 10% in the case of other fruits 这个在果汁里面的水果的含量啊 那么对于浆果来说呢 那必须得达到6% 对于其他水果来说呢 必须得达到10% 对于或关于in the case of 是这个用法 区分一下 如果用in case of呢 得翻译成 如果某事发生 假如某事发生 是万一某事发生 in case of 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说 in case of fire rained alarm bell 假如要是着火的话呢 把这个暴警铃啊 把它冥想就行了 in case of 假如某事发生 另外呢 本文中说 这个后面说 这个 what is needed in the case of noise is a study of 这个study 后面注意后面的借词搭配 对于什么什么的研究 这个借词叫of 这个别用错 study of something 比如说 a study of Australian wild birds 对澳大利亚野鸟的这个研究 可以这么说 或者是呢 我们看这个例子 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sian languages 就是亚洲语言的研究中心 这么一个中心 专门研究亚洲语言 后面借词要off就好了 那么另外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living under noisy conditions 这condition在这儿习惯用复复 因为在这儿 它是指环境或者情况 conditions用plural form 表示circumptance的环境状况 情况 状况 比如说 而且搭配一般是跟ander和in搭配 处在什么什么情况下 处在什么什么环境之中 本文中用ander 对 处在噪音环境之中 再比如说 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在现有的环境 现有的情况下 可以这么说 对吧 再比如说 firemen having to operate in very difficult conditions 就是这些消防队员 为什么 就是他们不得不 在这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下 作业的这些消防队员 having to hold in 修饰fairmen 就好了 就是必须大量的人 在噪音环境下 这个做研究 那么看一看 他们是不是得精神病的几率 比其他人要更高一些 好 这是第一句话 先问第二句话 就举这个例子 你看 有一次 真有人做了这么一个 更科学的这么一个研究 Some time ag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for an instance examined a very large number of men working on aircraft carriers The study was known as Project Annan Some time ago 是时间状语 固定搭配 叫前不久 或者叫不久之前 都行 前不久啊 美国的海军 比方说吧 For instance 当然还差入语了 他们就研究了 大量的这个人 什么人呢 后面后制定语 working on aircraft carriers 这明显是一个后制定语了 就是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工作的这么一群人 就海军了 冒号表示解释 这是干嘛的呢 这个研究啊 被称为叫安乃辛计划 Anan 这A是不发音 读成Anan 安乃辛计划 be known as 不说了 说过多次了 就被称为是 这个研究被称为叫安乃恩 或者安乃辛计划 这么一个 这句话不难 有些小的东西看懂就行了 首先这个 some time ago some time ago 表示前不久 固定搭配 背下来就好了 三册的第三课就见过 some time ago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was made by archaeologists an aging island of kia 前不久 考古学家在爱琴岛的基亚海上 爱琴岛的基亚岛上 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前不久 把他背了就好了 还有后面那个航空母舰 叫做 Aircraft Carrier 什么呢 a type of ship that planes can fly from and land on 就是这样一种船 什么呢 飞机能够从上面起飞和降落 就是航空母舰 在航母上工作的一群人 这个被称叫安乃恩 或者安乃辛计划 后面说 为什么选择 这个海军 这个航空母舰上的人呢 做研究呢 后面做这解释了 It can be unpleasant to live even several miles from an aerodrome If you think what it must be like to share the deck of a ship with several squadrons of jet aircraft you will realize that a modern navy is a good place to study noise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分号还是引出并列句了 分号是表示并列关系 分号后面就不一定飞在加连词了 第一句子里面 主语 It是形式主语 这个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 什么呢 动词不定是to do 这画横线的地方 当然是真正主语了 什么令人不坏的呢 就是生活在 几乎离一个小飞机场 几英里的地方 都是令人不愉快的 这个aerodrome是小飞机场 这个from an aerodrome 是修饰前面的sever miles 放在一块的 住在小飞机场 离到几英里的地方 都令人不愉快 然后第一句话完了 分号 下面第二句话里面 它先出现一个条件状态送句 如果你想一想 什么呢 这个if you think 后面的写的字 what 一直到jet aircraft 结束 当然是做think的并列送句了 如果你想一想 what it must be like 这究竟像怎么一个情况 这个it 是必须从事的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后面 to do to share a deck of a ship 那么 与什么什么 在同一个甲板上待着 与什么呢 这deck是甲板了 与几个中队的喷气室飞机 待在同一个甲板上 如果你考虑一下 这将是怎么样一副情况的话 喷气室就 巨大的声音 那么you will realize 是第二个分号 后面并列句的主句了 你就会明白什么呢 nat开始说句末 当时并列送句了 说当代的海军 是研究噪音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噪音特别大 就是说为什么对他们进行研究 这个里面也是从语法 句法都不难 看看几个术语就好了 首先这个aerodrome 什么呢 a place that small planes fly from 就是小飞机可以起飞的 什么地方 咱们叫小飞机场 这声音本来不太大 离这几英里 声音其实更小了 住在这都令人很不愉快 听到哄哄的声音 还有呢 后面那个scordium scordium表示什么呢 a union 就是一个单位 什么单位呢 of one of the armed forces 就武装部队的一个单位 especially the air force or the navy 就空军或海军的一个中队 这是一个部队的一个单位 that's the scoundrel 就是中队空军和海军 这个能了解就行了 然后jet aircraft 就是喷气式飞机 有的时候呢 简称就一个字jet 就行了 aircraft powered by a jet engine 由喷气式发动机 作为动力的一个飞机 就喷气式飞机 这就好了 好 看下面一句话 但这结果是什么呢 but neither psychiatric interviews nor objective tests were able to show any effects upon these American sailors neither和nor 既不也不固定搭配 但是呢 这个精神病方面的 这个面谈 这个访问 包括这个客观的测试 都没有能够表明 这个影响 什么影响呢 对于这些美国的 这个海员 它没有任何的影响 就是你这个访谈 问问你什么有影响 或客观测试 都没有发现 这噪音对它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个upon these American sailors 当然后日对于修飞 effect 对于什么的影响 后面叫on 或upon 固定搭配 看下一句 this result merely confirms earlier American and British studies if there is any effect of noise upon mental health it must be so small that present methods of psychiatric diagnosis cannot find it 冒号前 是个完整的句子 但是这一结果 仅仅证实了 早期美国和英国的研究 冒号 表示解释 研究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解释 先出现一个 if引导的条件状语 从if开始到health 就是结束 如果噪音对人的大脑的健康 有影响的话 if there is any effect 又出现 effect固定搭配了 咱们还记不记得 16个讲过 effect of A on B 或者upon B A对于B的影响 对吧 还记得吗 effect of noise upon mental health 噪音对于大脑健康的影响 如果有影响的话 那么冒号后面句的主句在这 it might be so small 这影响 这个it当然指这个noise I'm sorry 这个it当然指这个effect Effect of noise upon mental health 这个影响怎么 肯定会如此之微小 以至于that到剧末 那当然跟so搭配的 结果状语从具 如此以至于吗 以至于怎么 现存的精神病的诊断的方法 不能发现 就说明不要害怕 即便有影响的话 也是非常之小 以至于现存的 我们现有的条件 这个诊断方法 根本发现不了 如果有的话 也是微乎其微的 就不用担心噪音的影响 这个里面 有一些词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翻译 这个if 咱们翻译成如果 也通顺 但是根据上线文 把它翻译成一个让步 似乎更好一些 就即使噪音 对人的大脑健康 真的有影响的话 他也是非常微弱 以至于现存方法 无法发现 这if呢 翻译成即使更好 这个根据上线文 它是个让步 这个知识在第一课 咱们讲过 if 有的时候 可以翻译 even if 根据上线文来判断 你比如说 第一课咱们讲过 but the first people who were like ourselves lived so long ago that even the circus if they had any are forgotten 但是第一批长得像我们的人 生活得如此之久 以至于他们的英雄传说 即使有的话 恐怕也已经被遗忘了 这个本分之反正即使好一些 即使有影响的话 恐怕如此微弱 以至于现存方法无法发现 造个气息 把它用一遍 即使转进识别 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话 也一定是微乎其微 以至于目前的医学诊断方法无法发现 确实现在没有发现 转进对人体有害的证据 但并不代表没有危害 只不过没有发现 即使咱们试一试用 if 转进识别的人体有影响 是不是应该是 effects of GM foods upon人体健康 human health就好了 如此之小 以至于so that就好了 医学诊断方法 就是medical diagnosis 无法发现 can not 联系到一块 构成一个词 咱们说一遍 if there is any effect 注意后面 of GM foods 接测 upon human health 怎么样呢 那也是 it must be so small 加从具 以至于怎么样 present现存的 method方法 of 什么方法呢 medical diagnosis cannot find it 再回顾这句话 if there is any effect of GM foods upon human health 即使转进食品 对于人体健康 真的有一些影响的话 这个影响也是如此之轻微 以至于现存的 医学诊断的方法 不能够发现它 就好了 这个句子 值得模仿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整个文章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说 that does not prove that it does not exist but it does mean that noise is less dangerous than say being brought up in an orphanage which really is a mental health hazard 那个事就刚才那句话了 它并不能证明什么呢 它并不存在 这个it当然指的 effect of noise upon mental health 对不对 噪音对于健康的影响 这个影响并不是不存在 可能有没有发现 但是把转折了 it does mean that 它的确意味着 这个does强调肯定是 加强语气的 的确意味着 net开始到聚没 定义从去 什么呢 噪音不那么危险 比什么呢 比什么危险小 than是个less stuff say是插入语 随便举个例子 比方说吧 这个咱们前面 在第八课就讲过了 比什么呢 比在孤儿院被拉扯大 危险性要小 那么在破诊号之后 就迁讨了一个定义从去 修饰这个orphanage 关系代词which 在定义从里面出了主语 而孤儿院真的是一个 精神健康方面的隐患 这个在孤儿院长大孩子 很可能心里有问题 这个是语法分析 里面有些小的地方 需要复习 第一个就是say 第八课讲过 就随便举个例子 比方说 它是一般做插入语 在三册里面就出现过 新看见三册的第29课 是否有趣 你看 no matter where you live you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not to laugh at say Charlie Chambers early films 无论你在哪里生活 你都会觉得 要是这个 你要觉得 很随便 举个例子吧 要觉得查理 卓比林的早期电影 不好笑的话 这是很困难的 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卓比林的早期电影 好 下面我们再回顾 四册第八课的剧准 在47 13行 到第15 看看这个 第八课贸易标准里面 The Americans would happily reach one accord on standards for medical devices and then tamer out different packs covering say electronics and drug manufacturing 还记得吗 这个美国人呢 非常乐于达成这样一个协议 有关于什么呢 有关于医疗设备标准的协议 并且马上呢 敲定呢 不同的协议规划 覆盖了 涵盖了 比方说吧 随便举个例子 像什么电子产品 和药品制造方面的 这样一些规范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随便举个例子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我们看到 being brought up in an orphanage 这来自bring up somebody 这是三册就讲过的知识 叫做把某人拉扯成人 把某人抚养大 bring up somebody 这个用被动更常见些 三册的29颗 是否有趣 咱们就见过 Whether we find a joke funny or not largely depends on where we have been brought up 我们是否觉得 一个笑话有趣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是在哪里 被拉扯大的 被拉扯成人 可以用它 那么还有三册的57颗 57颗 就是重返故里这个数 He did not marry again and I was brought up without a woman's care but I lack for nothing for he was both father and mother to me 夫婦没有再婚 并且呢 我是在没有一个女人的关爱的情况下 被拉扯大的 但是我却不需要任何东西 因为他对我来说 既是爸爸又是妈妈 like for 三次讲过 是固定搭配相当利益的 需要的意思 还有一个复习 be brought up to do be brought up 后面家动词不定是to do 得翻译成 从小就怎么样 这个不是被拉扯大去做谋事 从小就be brought up to do something 三册23颗和54颗都出现过 先看三册23颗 各有所爱 这个树 the sad truth is that most of us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eat certain foods and we stick to them all our lives sad 在三册老师讲过 这个是令人遗憾的 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 我们大多数人 从小就吃某些东西 并且一吃就是一辈子 从小就怎么样 三册54颗 本能还是机制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we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feed insects 我们从小就害怕虫子 这是从小就怎么样 他说 这个在孤儿院被拉扯大 这个真是有危险的事 为什么 孤儿院真的是一个健康的 精神健康的隐患 hazard 这第三课就讲过 是一个什么什么的隐患 hazard 叫有可能出现的危险隐患 经常可以用很多词来修饰它 比如说 be a health hazard hazard是一个健康的隐患 safety hazard 这是安全隐患 fire hazard 火灾隐患 traffic hazard 交通隐患 等等等等 我们再复习 构成了隐患 be或者present 或者pose 或者constitute a hazard to 对于什么什么 构成了隐患 这是固定大肥 再复习这个句子 the busy traffic entrance 这个繁忙的春亮入口 is or presents or poses or constitutes a hazard to to pedestrians 这个繁忙的车辆入口 对于行人 构成了隐患 这是构成隐患 可以这么来说 再看看第三十课吧 复习吧 在第三十课 一百七十七页 第一行到第三号 咱们前面提过这个句子 复习一百七十七页 第一到第三号 我们一百年前对于海洋的知识 仅仅仅仅仅極限于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海洋表面的二维的形状 第二个是航行的隐患 看到了吗 后面叫off 也行 航行的隐患 怎么构成呢 presented by 为什么就跟present presented 还是构成隐患 被什么构成呢 被这不规则构成的 什么不规则 深度的不规则 in depth 什么深度 of the shed water 潜水的深度 什么潜水 临近陆地的 放在一块 临近陆地的潜水区的深度的不规则 而构成的对航行的隐患 深度的不规则 中文不这么说 调整语序 调整磁性 不规则的深度不就好了吗 我们一百年前对海洋的知识了解 仅仅具体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 这海洋表面的二倍形状 第二个呢 是由临近陆地区潜水的不规则的深度 而构成的对于航行的隐患 这个构成用的是Present 用的是对的 好 二十五课里面细节也是特别繁琐 希望大家好好复习 把老师讲的重点搭配句式和知识 知识理解 但重点搭配句式要背下来 才真正的得到受用 否则的话 像听评书一样 听一遍之后 效果不好 忘得就差不多了 一定要消化 吸收 把老师讲的东西完全融化到血液里面去 这英语真是大厦一砖一瓦垒起来了 二十五课跟老师就学在这 谢谢同学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